暗春食堂主持 陳榮泰 蔡浩良 乾杯大哥 好介紹 這是我們每次推介的 這是我們極推介的 這個叫做Coffee Stout 總之是Coffee 看來像潔滴士一樣 這個就是IPA 我剛才問Ian介紹過 這個女性喜歡 酒精濃度是6點 我很少聞啤酒 但這個聞起來 蔡沙聞到荔枝味 我聞到檸檬味 你聞到鼻子有甜香 我感受不純粹是一個啤酒 那麼簡單 喝起來怎樣 喝起來很棒 你看我裡面很紅 因為這裡是這道酒裡面 濃度最高的6.5 就不是那個姐姐說我身身酒 好喝 因為我成都有一位好喝 她就說這些是身身酒 但應該不是 這裡都標榜新鮮 因為立刻在那裡按出來 我這裡先交代 第三節說 Daymond說了有個養酒師 但因為養酒師 原來在那裡有些合藥的問題 還未出不了 沒有危害 我們自己說一下 來這裡 今次喝酒的感受 比我來說 這五年來喝得最多啤酒 我都不喝酒 其實 今天阿泰哥很介紹 還要香港品牌 你行不了那麼多 張牌 我想他喝過 因為剛才Daymond也說 他市場推廣做得好 在很多酒吧 或是City Super 大超市 甚至已經進入了武漢 日本也有 五次類 去推廣 有些朋友見到 認識了他的名字 他喝過他也不知道 聽過今天阿泰哥這個訪問 就知道 原來是香港北角的廠 從這裡開始傳出去 雖然你說是美國的技術 但是 他是正正看好 香港這個核心價值 不是市場 因為由香港製出來的酒 的水質 品質 裡面所有 是有保證 我都希望林鄭 你記住 很多人是看著香港 覺得香港的核心價值 OK 他才來蝕廠 如果有一天 你這些沒有了 就沒有了 香港一向都是 很久以前 都是屬於第二加工市場 第二加工市場 譬如 製成本在香港 譬如那些村膠花 牛仔褲之類 做完之後 再運到原產地 再做包裝 香港 又或者之類 所以香港不是 叫做 原創生產 當然香港都有很多品牌 包括調味料 鹹魚 都是本地出產的 有招牌 譬如那些 手信 餅乾 那啤酒有沒有呢 正正這裡有 當然有 如果你說商業登記 究竟它是美國廠 還是香港廠 我猜它應該是用回香港 因為它要去 應該是在香港的 因為那裡 就算這個招指 我相信它都應該寫在香港 這間廠的地址 它寫香港的優勢 就是剛才 阿泰哥說的那樣 它這裡寫 就說入樽是在香港的 都是屬於香港的 至少它的製成品 是香港的方式 因為可能牽涉到 譬如那些關稅 如果你說登記美國 現在入大陸 聽死都可以 死得了 美國產品入大陸 就加到你死 但如果香港 那變成了 他可能入大陸市場 那裡又容易談些 其實我只是覺得 老闆出錢的 是一個美國人 但其實他入口 然後製成所有的 包括剛才跟我們 有簡單介紹的 雖然他出不了鏡的 那個楊酒師 他也介紹回 所有的生產 所有的製作 都在香港 不會是因為他用 德國的大物 就說這支啤酒 是德國出的 他只不過他的材料 進來 而製成那支啤酒 是香港 所以這應該是香港的品牌 我們應該推廣 這個是香港的品牌 是香港的品牌 你在這麼大的市區 那裡去做一個工廠 都真的非常之特別 不過我不知道 我們見拍了這麼久 在英皇道的人走來走去 都沒有看進來 可能香港人 香港人什麼都見過了 但是你叫他網友 為什麼來益王道有個啤酒廠 我第一次經過這個時候 我未認識阿姐姐已經介紹了這個時候 我經過的時候 我就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 因為始終他沒有開門口做 比較低調的 賣物耕運的啤酒廠 但原來他已經擴展到全亞洲 就是基本上 剛才聽完阿族阿這裏的營運經理 或者他的負責人都說過 就說全亞洲 現在投資很大 投資大在於你在市區要拿 即是我覺得這些 license 和安全檢查 甚至乎保險之類等等 政府香港一定很嚴謹 但還夠僵在這裏做 這個都是一個很困難的決定 或者是刑 其實你去火炭很容易 找個工廠大廈 柴灣也可以的工廠區 跟這個商下 或者可能住宅下面的 舖位做樣 這樣的事情 都是一件很艱難的事 簡單一點 就說 我現在在我們的導演家樓下 開個叫做天然氣站 的士打氣的 嘩 你試一下看那些區議員 那些動不動你 在家樓下做個油炸 爆炸怎麼算 類似的 但是他想到 你說商機也好 或者他覺得這件事 是屬於一個品牌的設計 就在這裏設廠 其實有些都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 譬如你去阿泰哥也熟 就是那個 叫做 炮台山吃東西 那裏叫什麼 又不是天后 那裏叫什麼 大坑 大坑或者之類 那裏都有很多食肆 不過就沒有那麼大型 啤酒廠 他們是什麼 是現場做什麼 分子料理雪糕 那麼他把那個廚房 其實都放在一個商店那裏 又或者再細些 就是譬如那個叫做 新豆技 門口燒密封 開冷氣燒乳豬 都是告訴你 就是現場做給你 是新鮮的 就不在那些噁心喉欄那裏 就燒了一隻豬 拿水來斬給你 那麼他就現兜兜 告訴你 你這隻豬 寫了號碼 泰哥91號桌 燒起就上桌 這裏就不是賣新鮮 立刻買個瓶也可以 立刻買個罐也可以 立刻買個罐也可以 立刻入瓶拿回去 又可以喝 這裏唯一就不做酒吧 只不過這裏做派對 都是 其實他不是特意做派對 他主要是一個生產商 他其實呢 他就 剛才聽過訪問你說 在這裏做 是一個完全是宣傳的形式 覺得做到的 他成功做了這個效果 亦都慶嚇我 剛才問 你好像燒銀紙 那樣貴租 那樣的東西 同樣他都說 亦都在印銀紙 因為他做了一個好的品牌 出來 但是你 你問我的 就是 無論任何 其實煮食也好 做任何事情 都是用心的 就是你用心 就會做得好 當然你說 有些你說 在大坑 手工啤酒 那些 可能他做得好出來 但他只是做到 告訴你 它是手工啤酒 但我覺得這裏 這裏 這裏的手工啤酒 我都試過 這裏的手工啤酒 給我看到 就是那個層次 因為沒有辦法 有時候說 不是說弄斷 說什麼 你有心而已 都有足夠的器材 足夠的份量 足夠的技術 這裏剛剛好 讓我們知道 他有足夠的器材 或者捨得細錢 又有足夠的技術 的人手 師傅 聞到什麼味道 有什麼好味道 真奇怪 阿泰哥說的期間 這杯酒放了 半個小時以上 當然還有氣 但現在再聞 他也有檸檬味 我想是剛才 我們針酒 有給我們阿姨說 那個 叫做什麼 那個啤酒花 因為他們說 啤酒花 貴就貴在 在美國訂回來 是他裏面 令到他 那個啤酒的味道 那個 最重要的東西 絕對是 那樣東西 現在他又有另外一種味 真奇怪 這個 很有趣 為什麼這麼受女士 歡迎 就是那種 一放入醉的檸檬味 阿謙不用羨慕 剛剛好像給你一杯 應該是你試過的 基本上 我會覺得 所有東西都是出於一個心 還有 而我們 其實頂一下家權 那幾集的 佔愛做 我都希望做到的 就是我們帶到一些 跟著來吃好東西 留給家權 麻痹地去吃 我們都希望帶到一個 我們覺得是特色 又屬於香港的東西 去給大陸 那我 讀一段新聞 拉雅布 18年3月14日的新聞 一個標題叫做 中國市場 手工啤酒之戰 一觸即發 這麼大的市場 有沒有這個名字 不是這樣寫 這麼巧有沒有這個牌子出來 大陸市場正在打 應該說過 這個啤酒最遠去到武漢 不如你說一下 你給我讀 你給我讀完 這個 其實 拉雅布主要說 什麼呢 其實 這裡寫說 大陸的人 喝啤酒的數量少了 但是 追求一些 手工啤 或者精釀啤酒的 要求 就高了 就是那些人想喝些好東西 不想喝些太粗的啤酒 或者沒有什麼特色 所以 他就說 美國最大的獨立手工企業 波士頓啤酒公司 或者叫精釀啤酒公司 公司顯示 2017年第四度收入 就是兩億多美金 跟著 蘇格蘭的手工啤酒巨頭 叫做 Blue Dog 就宣佈在中國建廠 百威英 我不是不歪傻嗎 將會 將會 已經在一月 武漢那裏 建立了亞太區首個 首工啤酒廠 你想想 全部都 全部都供進去 大陸的市場那裏 因為 中國目前已經是全世界第一啤酒生產國 和消費國 即是說 生產 國外進去的那裏 本地消費 即是喝啤酒 十二億人一人 強國人 十個人喝一瓶都不行 大佬 然後 市場研究於2016年 中國的進口啤酒 就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所以 好多人已經是部署了 進去 就是sell 高質的手工啤 不同的味道 譬如咖啡 荔枝 不同的啤酒 就是一定要有個特色 你知道 中國裏面的人 就是 你不知道他捱到多久 但是有錢人大把 越是貴的那些東西才喝 你那些什麼chip 他又不去喝 所以那些 大的品牌 或者 有些人基本上 都不知道什麼是手工啤 但是他們已經註冊了 手工啤的話 他就是裏面 做的那樣東西 會精細些 溫度又要說得精細些 那些 用的料又精細些 總之 是乾炒牛河的昇華版 但我有個問題 我經常覺得 就是 我不會 中國人可憐帶 中國人很多時候都被人押 就是 就像紅酒那樣 即是常識不夠 不夠 入貨的時候 就會被人押 好像最近我都說 在上面喝過一瓶 所謂 四皮 波爾多紅酒 我本來就是 別人給一瓶四萬元的酒 我不認識 我不知多少錢 大陸酒 接著另一瓶就是 波爾多的紅酒 我以為紅酒好東西 我選擇 喝紅酒 結果喝了少許之後 我就換回喝那瓶白酒 那瓶白酒 結果喝了一瓶給了大班 而大陸 正如這樣說 香港的核心價值 就是香港的所有東西 有保證 在大陸 就說 如果你在大陸設廠 所謂的東西 除非完全整個製造 是你外國人 或你入口的人 去跟著 否則 我們知道 麥克風的問題 否則 就很嚴重 你跟不到 你跟得不好的話 出來中間有什麼流 所以說 不是說 跌了一死老鼠 這件事就保障不到 你問我 我為何啤酒 啤酒 是普通的東西 為何我們今天 要在這裏談 在這裏介紹 就是說 啤酒很重要的 就是說一些 人家不說 人家遺留的東西 我們更加應該去說 好像 手工啤酒 過手工啤酒 可能我們今天未來過 未講過 很多人不知道 原來手工啤酒 原來是這樣的 不是去到海灘邊 又說手工啤酒 然後去到大坑 又說手工啤酒 其實真正的手工啤酒 應該是怎樣 你可以說 煲涼茶 這個也是涼茶 那個也是煲涼茶 到底裏面的 中間的製作過程 所有的東西 有沒有認真去做 還有他有沒有能力去做 很多層次的手工啤酒 其實都是我這樣理解 有些人可能形容得好些 我覺得手工啤酒 就是叫做 手工啤酒 任何手工啤酒 特別是手袋 皮鞋 如果說意大利工匠 工匠 在意大利人手一針一針 把鞋底和鞋皮 是縫出來的 有些銀包 標榜是hand make 的話 那樣東西賣貴一些 但是你說是大型工廠 跟著去生產出來的 不是代表不好 不過就沒有那麼矜貴 手工啤酒 當然它一定要有個定位 譬如說我叫做乾炒牛殼 但熔記乾炒牛殼 跟阿塞留下大排檔 乾炒牛殼已經有個分別 熔記不可以炒大排檔的水準 它要炒熔記乾炒牛殼的水準 所以譬如說它牛肉 要用A5和牛片 可粉 它又不以指定的香港什麼老品牌 然後那些可粉 那些油就不會有油液味 又或者它炒的時候 可能是酒油脆皮的 然後芽菜又不知怎樣 精挑細脆 總之炒出來 就一定收回你250元 一段乾炒牛殼 家樓下乾炒牛殼 那些可粉炒完之後 是醬油還醬油 可粉說可粉就收你25元 變成手工啤酒 就是貴的啤酒 裡面就不會掛羊頭賣狗肉 混添狗不踏八 就是Google那裡寫 混添米也可以 那你怎樣過到的? 變成有些人會覺得 喂我喝點啤酒 我吃東西 倒下肚子也要高質的 那不要了 那我呢 就喝點有品質保證 手工啤 當然它都可以掛羊頭 它可以用一些菊牙墨牙給你 嘩好難用 然後他說二百元支 二百元支應該是好東西 喝吧頂 然後倒閉 有些美品牌 麒麟啤或者阿沙妃 為什麼要供那個市場 就是他要做一個精華版 譬如叫做TOYOTA TOYOTA都有不同級數的車 譬如有基本版 有Camry 有高級 他就是精華版的啤酒 但他不貴 就是我想說 這個情況就是 蔡神肝那些 要做得這麼好就會賣貴 或者你又真的 因為我這樣 我要放高市場 所有東西 我一定要賣貴些人 才知道我好東西 但你現在告訴我 拿到這瓶啤酒 我當他加價 三十多元 那個二十八 他剛才因為我用的比率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一百元 看一張這張 一百二十 但現在買到一百二十 因為太多人 但你去七仔 如果拿一瓶藍妹的尺寸 照計是應該三元 但這個尺寸 手工啤酒 三十多元 三十元 再貴些都有 八十元 我都見過 通常都八十元 有些特價一百十元 又是這個尺寸 大哥 他可能真的在家裡有氣材 他真的有急凍系統 有一個人手 其實人手都釀到啤酒 以前的人沒有機器都是這樣釀 你有桶就可以了 有桶 有發酵 有適當的溫度 有酵母 然後磨了一些麥 他又蒸 蒸完之後 然後出來過濾 過濾之後 隔了渣 便可以喝 裡面有足夠的二氧化碳 便可以喝 不過泰哥飲完之後 可能死了 最慘的是 你拿著的東西 不是一般我們所謂的 大大的釀酒廠 手購 那個手購是最好的 而你不是的 你簡單點 你可能在藥材店買 淮花米 柱子類的 你去做 就是那些東西 死得了 有些東西不是 就這樣 你要試 你可以試 因為是經驗 但有些東西實質的 就是我們在裡面 一包包是德國來的 那你香港說 我要去買 大麥你煮幾支一桶 你怎麼買 你做不到 問題是 你要這樣做 都搞一頓死 我覺得就是這樣 我們都一百年多 有時候你要喝酒 Colder有限 如果你還要是那些 那個感覺 去百佳十元三支 然後拿去海皮雪都沒有雪 然後拍了蓋去喝 然後身體又不好 又說有飄靈又說有尿酸 那你當然要喝好些質素 那我踢爆 老婆聽不到才算 我年輕的時候 很多在香港那些 夜場喝的地方 他找些水貨啤酒來喝 什麼叫水貨啤酒 水貨啤酒 不是香港生產 不是香港入口 他不知道怎樣 找到你 譬如是菲律賓的啤酒 即是有危險 譬如加士伯 是菲律賓的 進來的 通常都肚子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大家水質不同 這是很嚴重的 大陸的喝大陸的啤酒 你很多時候都會肚子 難怪Daymond說 這隻要過濾七次 即是過濾七次 因為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今天試完酒 在下一次我們春冥的時候 我希望我們就 跟他入貨 因為這個很棒 我們即買最新鮮的 咖啡味 明年春冥的時候 我們不再喝紅酒白酒 明年我們來試一下 這真的很棒 明年春冥的時候 我們不再喝紅酒白酒 因為今年我們沒有做到這件事 明年我們來試一下 我想師傅霞團帶去武漢的時候 在武漢跟自己有 除了上武當山之類之外 在當地那裏 看到這個品牌 幸運狗的品牌 在大陸那裏 可以為香港爭光 告訴人家 香港品牌 對 香港品牌 先說到這裏 多謝各位 多謝Daymond 多謝Ian 多謝楊休斯 多謝 下集見 拜拜